我們今天來到Pura迴轉壽司 第一次在美國要吃迴轉壽司 哇~~ 然後是點 所以如果你在下面沒有的話你就在這裡點 然後它就會出現在這個黑色的傳送帶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的話當然就是你要吃的話就是從這邊拿這樣 然後它這個推一下盤子的話就是蓋子會打開你就拿走了這樣子 所以你不用整個拿下來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訂了水結果它有一個機器人來拿 感覺拿完它可能就走了 喔它任務完成了 喔它要走了 掰掰 現在陸續拿了一些 這些 Sushi 現在我們要去NASA Headquarters 這個 DOWNTOWN這邊就是會經過非常多的地方 比如說什麼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我們剛剛去喝了 貢茶 冬瓜檸檬 送啦 是NASA Headquarters 是NASA Headquarters 是NASA Headquarters 這個Arch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另外一邊也是類似的建築物 噴水池 去NASA路上會經過US Capital 然後在Capital前面就要右轉了 我們現在來到NASA NASA 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 NASA NASA Let's go NASA的GIFT SHOP 大家有想要買什麼東西嗎 這是NASA的GIFT SHOP 因為4th of July 所以今天三點半就關門了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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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查了一下 才知道有這個地方可以參觀 我們明天要去NASA Goddard Space & Flight Center 哪裡 在 在 這是NASA的GIFT SHOP 這邊現在因為疫情所以關閉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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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SA Library 這是NASA的GIFT SHOP 這是NASA Library 我們有一個TOUR 然後之後可以拿一些免費的海報巡章 他剛剛介紹那個火星上面的山 可以好幾個 NASA Headquarters 那 經過Washington Monument 那 這個其實 他是 Washington Monument 跟 這個 Lincoln Memorial 和 白宮 算是一個L型 所以 如果你要走去白宮 大概要 和走去 Lincoln Memorial 大概差不多距離這樣 Lincoln Memorial 拍回來 其實是 比較美的一個角度 讓你看要走20分鐘這樣子 白宮的運動人士 這個 運動老頭 帶動唱 大家如果要在白宮前面拍照的話 我會推薦 這個地方的正後方 180度 的 後面的那個草地 可能是不錯的拍照景點 拍過來 就會 柵欄就可以比較避開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打公車 這公車就在 Metro站的 後方 從地下到 這個 走到另外一側 然後 今天要去 馬力蘭大學 他是在一個叫 College Park的 城市 黃岩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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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校園很大 黃岩大學 對 走走走 走走走 說什麼要去Madison念書那個是不是 這是UMD的Library前面有一隻烏龜它的吉祥物 來到馬里蘭大學的Student Union就在這個Library的附近還蠻美的都是有這個大柱子 這個Student Union走下來之後是第二棟Library 另外一個應該另外一個圈的但感覺剛剛那個比較大應該才是主要Library 這個是Lee的Library 這是UMD的物理系 在這個進入圓環這一區 進入圓環就有一個M大M這個學校的馬里蘭的M 上座是不是 修一堂課 如果叫我再重修我可能想修 馬里蘭的M International Relation 在校門口的附近 這個發現Computer Science的大樓 從這邊就走出去 莫名的覺得有點像台大校門 這個學校的馬里蘭大學的圍牆 就在這個校門口 旁邊兩邊都有 就喜歡跟我一樣喜歡拍這種東西的 就是來這裡在Computer Science大樓旁邊 這是Idea Center 是在Engineering Building的旁邊 那這是UMD的Engineering Building 蠻漂亮蠻大的一間建築物 Biomedical Engineering的大樓 就在Engineering大樓的後面 一整棟非常大一棟 它是這邊叫Bio Engineering 這是Electronics Applied Physics 就剛好在Bio Engineering的對面 工學院的鏡頭 只要跨越這個校區 然後走到大馬路上的話 就有一個這個 類似像是腳踏車的步道的地方 可以轉進來 進入森林去 然後就可以跨越 學校旁的那條河 到大馬路 NASA Goddard Center NASA Goddard Center 就是在這個 Goddard這條路上面 這樣子 那它對面其實就是有一個 Food Court 這個 美食 就是 許多餐廳 是NASA Goddard 對面的日本料理店 剛剛吃飯的地方 有一個入口 不過那個好像是 一般民眾沒有辦法進入 所以我們就要走回 這個 剛剛看到的 Guarddard Street 然後從這邊 進入 Visitor Center 然後希望有 很多東西可以參觀 那就一起去 瞧一瞧啦 NASA Gift Shop 往這邊走 前面又看到一樣的Gate 前面要左轉 所以果然是左轉 然後這邊就告訴你 NASA Goddard Visitor Center 往這邊走 後面就不知道是哪裡了 以後如果在這邊工作 可能就知道是哪裡了 Let's go 我們來到 NASA Goddard Space and Flight Center 的Visitor Center 後面有一個火箭 然後 旁邊 這個是Gift Shop 根據昨天的經驗 我們決定今天先去Gift Shop 確保他不會突然給我關門 Gift Shop 我們來了 這是營業時間 我們來了 Gift Shop的內部長這樣子 然後也有樂高 也有I need my space 各種的 水杯等等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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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看起來應該是月城 Lunar Soil 這裡有一個東西叫做 Lunar Reconnaissance Orbiter 簡稱為LRO 那它是一個月球表面的探測器這樣 然後科學家就找到一個隕石坑 然後針對這個40公里寬 然後3.5公里深的這個隕石坑去做分析 然後讓他們了解月球表面狀況 這可以幫助他們什麼 就是可以了解說這個表面是怎麼形成 然後根據時間 那這個表面可能會怎麼改變這樣 那這是一個提供一個 大概算是模擬之後的 他們測這個40公里寬 然後3.5公里深的這個表面 這個模型 那就是透過這個LRO Lunar Reconnaissance 的Orbitur去偵測然後分析這樣子 那在剛剛其實在Gift Shot 就有常常看到這個標誌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 微薄這個Telescope這樣子 它是被稱為這個 Most Powerful Space Telescope 大家可能熟知的是這個 哈勃望眼鏡 那其實這個啊 就是微薄望眼鏡 它其實被送到 這是 這個距離是 38萬4千公里 這裡是月亮嘛 然後它被送到 1.5 million 這個 的公里 這個距離 然後去做偵測 那它其實它運行的時候 它就是跟地球平行 然後它的 它有幾個就是功能 就是 它有主要四個 四個主要的功能 就是第一個當然就是看 就是 就是 它要接收這個 遠紅外光這樣子 然後看看說什麼 是不是有 到 可能可以超過 13.5 billion 這個 years 然後看這個 星星如果是在 這麼久以前 就是產生的話 那它是 是不是可以 就是可以看到它說 是怎麼形成的 然後就是可以 這個 它從這個 黑暗 然後到這個 它的 一開始成形這樣 然後以及就是 接收這個 就是 遠紅外光 然後因為它 感測器就是靈敏 然後所以就是 可以說 就追蹤到 超過這個 billion of years的 這個星系這樣子 那以及它就是可以看到說 這個 星系的如何 星系的 是如何 誕生的這樣子 然後以及 它可以去看這個 在這個 星球上面 是不是其實是有 生命的誕生這樣 所以 實際的原理 其實不是很清楚 但是 它主要 就是透過 接收 遠紅外光的方式 然後 它的 這個高靈敏度 然後來做這些 的判別這樣子 這是它主要四個 任務 回國望遠鏡 這是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的 模型 旁邊還有一個 太空船 這邊就是 一個 spaceship 好 這是 之前 阿波羅等音樂的時候 的 這個 spacecraft 長這樣子 長這樣子 經過了50年的 New Approach 預計是這樣子的 這個 Space Launch System 感覺就是 輕量化了不少 在這個 Spice Flight Center 後面有這個 展覽 我想應該是 之前有 發射過的 這個 Aircraft 或者 看一下它的說明 說什麼 所以它是 它叫做 Delta Launch Vehicle 1960年代使用的 所以這個是 哇 1960年代使用的 然後 這個 已經 哇 好久了 然後 這個 他們已經 Delta已經做了 非常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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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那個時候 開始就 發射了非常多的 這個 算火箭吧